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给她送惊喜 还真的给了一个超大的元宝 就是那种上面有个盖子的 打开了里面 装满了各色各样的糖果 打败兔奶糖 瑞士糖 于书欣是又惊喜又感动 另外像Angela Baby也是在湘江河畔 好像在维多利亚港的地方晒出和一个财神爷的合影 Angela Baby是身穿红色短裙 哇 颜值超高 也是手里捧这个元宝 显得喜气满满 给大家送祝福 陈伟婷今天晒照一身红妆 喜气洋洋在过初五迎财神 而且还有一些讲究 恭恭敬敬地给妈妈敬上一杯茶 不知道这是什么做派 还有大年初五 女演员杨子晒出了随拍 配文初五迎财神咯 照片中杨子是紫色上衣 搭配白色马甲头 戴黄色针织帽 活力满满 还有大年初五的时候 龚俊微博中晒出财神的旧宫格 配文财神财神看看我 而此前龚俊就曾经多次表达过 想要赚钱发财的愿望 我相信这世上每个人心里隐隐的 都会有这样的小念头吧 春节期间 有网友晒出演员王宝强 回到河北邢台的老家 过年的画面 天哪被簇拥着七大姑八大姨 王宝强是身穿颜色鲜艳的字幕条纹衫 看上去状态很不错 跟老乡们乡亲们合影氛围特别欢乐 一点这种大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毕竟你回到了村里 你还讲什么派头是不是 1月26号 陈妍希带着儿子小星星现身电影院前去支持电影流浪地球二 被科技所震撼的母子俩变身为忠实影迷 而据说这也是小星星第一次上电影院看电影 感觉他就是超级兴奋 在海报面前和那些映照合影 而与此同时 25号的下午 在《流浪地球二》当中的演员吴京被发现 点赞了一系列跟他有关的一些博文 那些博文都是表扬他赞扬他的列举他的票房成绩啦 还有一个是写着指服吴京的一个微博 不过随后他就取消了这些点赞 发文称手滑了 不好意思 加上一个大笑和抱权的表情 很多网友在评论区表示说 吃瓜手滑很正常 就是意思是自己在那看热闹 随便点个赞 其实也很正常是不是 再来看到来自美国的社交名院 Paris Hilton 好消息来自他就是 他终于有孩子了 他也是谢尔顿饭店集团的继承人之一 拥有数百亿的身家 2021年11月 情定企业家男友卡特瑞恩 在亚利桑那州一连举行了三天的豪华婚礼 而时隔一年之后 25号 他在社群上面上传了 他的手里攥着一个小手手的照片 哇 惊喜地宣布他当妈妈了 也是吸引了一众的明星好友和粉丝 纷纷留言 为他送上美好祝福 最近在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首届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在央视的综合频道播出 这一次盛典也是书里盘点了 2022年中国电视剧的一些精品之作 同时揭晓了年度大剧 年度优秀电视剧等13个荣誉奖项 演员的灵气加上勇于挑战的勇气和角色力量的正气一起汇聚成了新时代女性角色的大气 最后人世间当中的宋家 和县委大院里的吴岳 从万家灯火走到沧桑世间 是电视剧行业高峰的典型代表 更是专属于时代记忆的温情表达 最后电视剧人世间获得了CMG首届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的年度大剧荣誉 相信走过2022年的每一位恐怕都对这部电视剧会有印象吧 或多或少海内海外的朋友们都会从这部电视剧里找到自己的缩影 另外众多重量级的有演技的演员们也是称起了这部剧的一个分量 所以宋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女主角 所以我觉得她得奖也是实至名归吧 但是其他人也许分量更重一点 那如果你喜欢宋家的演技 也可以关注目前正在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首播 在腾讯视频和爱奇艺同步播出的电视剧 纵有极风起 这部剧也是由行东和宋家所领先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主题可以去关注一下 接下来节目过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再次来重温一下人世间带给我们的温情 来自宋家和其中大哥的扮演者新百青 共同所演唱的主题歌曲 《人世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草木会发芽 孩子会长大 岁月的列车 不为谁停下 时间的哭啊 爱要离三 雨要下 时间的天啊 走多远都记得回家 平凡的我们 撑起屋檐指下一方烟火 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 祝你踏过前冲浪 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在麻麻浪去的时光 在麻麻浪去的时光 听她把耳时慢慢讲 也祝你不忘少年养 也无惧那白发苍苍 若年华终将被遗忘 记得你我 记得你我 我一样爱着 人世间值得 我一样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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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变化 太阳都会升起落下 平凡的我们 一身雨雪风霜 不问去哪儿 随似极枯荣 依然迎风歌唱 祝你踏过前冲浪 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在妈妈老去的时光 听她把耳势慢慢讲 也祝你不忘少年羊 也无惧那白发苍苍 我们啊像种子一样 一生向阳 随万物生长 八卦天天有 娱乐天天秀 圈里的事情倒不完 圈外的人们听不够 欢迎收听娱乐秀 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你是你 我是我 但是有这么多的你你我我 凑成了这个温暖的人世间 继续回来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继续秀 秀的是北美的一些影视消息 我们来关注 魔力迈克三 最后之舞 最近曝光了全新的物料 影片的主演 查宁塔图姆和塞尔玛海耶克 以及各位著创 现身说法 介绍了影片的故事和人物 而在本作当中 全新的舞者将会成为生力军 他们的入行故事 将会被作为重点来讲述 影片是根据查宁塔图姆的真实人生经历 来改编而成 讲述摩利迈克训练另一名年轻舞者 进入这一行的故事 而这第三部上映之后 还会不会有下一部 也要取决于本片的票房 本片是由塞尔玛海耶克和查宁塔图姆主演 而海耶克所取代的是因为家庭事物 而退出剧组的桑迪牛顿 而据了解 本片将会一段长达 30分钟的舞蹈场面作为结尾 哇 有评论说 这真的是称得上最后之舞了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够看进去 当然如果是舞蹈爱好者 一定会非常的着迷吧 按照计划 本片将于2月10号登陆原先 而关于男演员查宁塔图姆 他还有最新的安排就是 经典的奇幻爱情片 人鬼情未了 或许将很快被翻拍 而男主角就是查宁塔图姆 塔图姆表示 他的制片公司 Free Association 拥有该片的版权 目前正在着手运作新版 而他有望担任其中的男主 塔图姆也说 他们计划要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做一些改变 但至于怎么改变 目前还不得而知 不过根据塔图姆的荧幕形象 该片或许会被改写 为一部带有点动作片元素的影片 人鬼情未了 是1990年上映 讲述银行职员萨姆被谋杀后 他的鬼魂在通灵者奥达的帮助下 和女友莫莉再续前缘 并且保护他免受幕后黑手的伤害 将其绳之以法的故事 该片当时获得最佳影片在内的 物相奥斯卡提名 演员戈德堡也拿下了最佳女配角 当时全球票房达到5.05亿美元 也是1990年票房最高的电影 也是当时影史票房第三高的影片 不过关于翻拍片 目前还没有任何具体的拍摄动态 一切都还在前期的筹备阶段 另外还有关于经典片子的续集的消息 那就是筹备超过5年的 《角斗士2》 目前据说是遭遇到一些变数 因为该片目前说是要延期拍摄 原计划是3月份 今年的3月份开机 最新消息是将会后延两周 再开启拍摄工作 但是从影片的筹备情况来看 或许还会发生变化 影片的男主角是由爱尔兰男星 保罗·麦斯卡担任 麦斯卡出生于1996年 在迷你电视剧正常人当中的表现 备受好评 此外她在大荧幕上的征战历程 也颇为顺利 2021年首次出演长篇电影 暗处的女儿 2022年主演电影晒后假日 那最新消息就是她刚刚获得了 2023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哇 好顺哦 这个角斗士2的剧本呢 早在2021年就已经完成 导演雷德利斯哥特表示 我们有不错的故事 但是不能再做一遍角斗士 已经够了 所以从斯哥特的说辞来看 角斗士2将会延续前作的故事 但又将会和原作是完全不同的电影 而在其他方面 万众期待的克劳所饰演的马克西姆 也不会回归续集 这是肯定的了 而在原版的角斗士当中 所有角色都已经死去了 况且这两部电影之间 还有20多年的一个间隔 所以故事将如何展开 这一直是一个谜啊 娱乐秀继续来秀一秀 即将上映的新片 DC的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最近公布了全新的海报 在海报中 沙赞位于中间位置 他的身后是影片当中的一众反派 他的家族成员也在海报上集体亮相 所以整张海报充满了超级英雄大片的济世感 正邪对比强烈 质感出色 所以相对于前作而言 续集会有一个更宏大的故事线 场面和特效也得到了极大的升级 因为相较于前作 华纳在这次的续集上也是投资巨大 在续集中 扎克瑞来维将会继续扮演杀赞 大卫F桑德伯格继续指导 按照计划 电影将在3月17号上映 而在拿下了八项奥斯卡的提名之后 传记篇猫王就是Alvis 又将重新回到院线放映 在制片方华纳公司的计划中 该片会在1月27号重回院线 进行小规模的放映 虽然本篇早已登陆了流媒体 但是对于粉丝们来说 能够在大荧幕上重温猫王的过去 依旧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Alvis上映之后 拿到了2.87美元的票房 也成为了2022年 票房最好的非续集影片 成为影史上第二卖座的 传记音乐类影片 该片就是从猫王走上舞台 并成为一代巨星展开 将美国梦的破碎 当作背景来讲述 奥斯丁·巴特勒 饰演的就是其中的传奇歌手猫王 Alvis Plasley 他同时也获得了 本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自打最近2023奥斯卡的奖项 公布了提名名单之后 所涉及的演员 电影公司等等就开始忙活了 A24影片公司最近发布了 顺西全宇宙的石头周边 价值35美元 还记得吗 那个石头上有两个眼睛的 而且每块石头的大小形状 可能都会有所不同哦 那就是你的命运 你的石头 而关于顺西全宇宙 杨子琼 凭借这部片子提名 第95级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 他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而且他也坦率地直言 请把奥斯卡给我 我花了40年 但我在这里了 好霸气哦 在这部跨越时空和人类经验的 科幻电影中 杨子琼因为饰演一位 脾气暴躁的洗衣店女老板 而被提名最佳女主角 电影是去年三月上映 并且在疫情期间 取得了惊人的票房成绩 60岁的杨子琼表示 这部电影之所以引起共鸣 部分原因是 在我们都需要治愈的时候 杨子琼是出生于马来西亚 在世界展露头角之前 他还曾拍摄过 2000年的《卧虎藏龙》 还有2018年的《摘金奇缘》 等一些亚洲电影 所以如果他这次获胜了 他也将成为首位 获得奥斯卡影后的亚洲女性 而本月稍早前 他也赢得了人生当中的 第一个金球奖 对他来说 顺息全宇宙 是他众多才华的集合 他也反思自己漫长的职业生涯 应该是苦乐参半 他说 我喜欢我所做的事情 我对电影表演和其他一切 都有着极大的热情 所以这就好像 你不是为了颁奖而做的 你这样做是因为 你想把最好的东西放在那里 当然请把奥斯卡给我 他也笑着表示 这只是对永不放弃这句话的致敬 如果你相信自己 你就永远不会放弃 而我花了四十年 我在这里了 当你买到那块石头的时候 盒子上面就写着这句话 是啊 我们都在这里了 在各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位置 做着自己擅长的事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得到 我应得的一切 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 娱乐秀节目 明天继续哦 我是小方 See you 拜拜 我只是在风中奔跑的尘埃 我会在太阳落伤的时候 回来 你的笑声就动了我 敏感神经 我要等等你 从回忆这种苏醒 等你开口 不管是爱或者伤害 就让我勇敢的告白 幸运的大门会为我打开 飞升就像这急速的列车 幸福就在下一站等着 我不在乎那结果 听着我向前冲的脉搏 我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 我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 我会在关闻开始的时候离开 我只绝望着满天烟火发达 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 要自己面对 诱惑冷静下来 于是我耐心地等待 幸运的大门会为我打开 飞升就像这急速的列车 幸福就在下一站等我 我不在乎那结果 听着我向前冲的脉搏 就让我勇敢的表白 幸运的大门会为我打开 飞升就像这急速的列车 幸运的大门会为我打开 听着我向前冲的脉搏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